因为失误和失误其实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像刚才这种就是主动的变现 对这是执行上面的问题 不是角色方面的问题 你就手上你再自己去调整 手感差了一些 如果你是方向性的错误 那你就得调整思路 感觉现在林大就是完全是在享受这场比赛 把每一个球都当成去训练自己 对 那现在球员比分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了 这是现在 越是这个时候越放松 打出来的这种落点越精准 压了一点点次了 来尔清风拿下 这个刚才你提的那个球迷的住院 看来要变成现实了 看到这样的结果 好多球迷已经开始祝愿李娜进入总决赛了 现在反正总决赛 一是李娜自己在好打 还得看他几个主要竞争队中 到底打得怎么样 你看毕竟我现在这八个名额已经被占据四个了 现在是沃兹 自卧 然后小威和这个小克 都已经锁定这多哈总决赛的名额了 李娜自己现在就是他就是心态很放得开啊 就是打不了多哈去打巴黎 去打巴黎 再拿巴黎站呢 给亚运会再热热身 总算看这个比他打到这个份上 霍迪良夫特赛瓦在相机有一些变化了 还可以去打个短球尝试尝试 这时候变化就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你能这个可能是奏效 但是你也没多少机会就用了 看来还真是想拿一句 想拿回这一句挽回面子的一句 这就是想玩花了 咱就有一个短线 想拉一个小斜线 都不是他常规作战的武器 所以使用起来也略显生疏 此时比试我拿到两个局点 比娜的下一个对手是对阵 缠一下签表呗 比娜的变化也来了 就是你会放短球 其实我也会 我只是用得着用不着 就是那个上午刚赢了 鲁晶晶的克雷巴诺 不太好打 那个球也很重 但是就是说 其实从大的分类上 跟里纳也是属于差不多的类型 但那个球员韧性比这个 昆磊亚福德塞瓦要强 又发了个双五 好 好 赛点 拿了 随着随球下网 李纳人拿到了第一个赛点 打飞了一个 跟对手咬的也很紧 还真不想送这局 再拿一个 面对二发 卡克林娜 全场比赛结束 对 球迷是心想事成 五点 只有两发获胜 还有一盘是送蛋 整场比赛用时仅57分钟 真比昨天周一鸣那快了 那是59分钟 李纳呢 在赢得比赛之后呢 感觉也没有太大的兴奋 嗯 群长啊 郑正分里那有十个啊 老觉得不止吃啊 嗯 库德里亚夫特赛吧 没有任何一个破八点 一边倒的一场胜利 不会是咱们的意见啊 就是这打比赛就是让大家很放心啊